在這一節的課程中 我們要來介紹如何使用Juple 7系統裡頭的聯絡表單 跟前面幾節的做法一樣 首先要使用聯絡表單 我們必須先把它的模組啟動起來 我們先以最高權限使用者的身份進入到網站以後 接下來來到工具列的模組 再來往下大概一頁的地方 這裡有一個Contact 這個是啟用個人聯絡表單以及聯絡本站的功能 把它勾圈起來以後 拉到最下面把這個功能儲存起來 現在功能已經啟動起來了 接下來我們再回到Contact這邊來 它有權限跟設定兩件事情要執行 我們先在權限這邊開個新分頁 一般來說我喜歡使用新的分頁來控制 這樣子的話我可以知道我剛剛在哪裡 現在來到哪裡 在操作上我覺得比較好管理 接下來我們來到聯絡表單的部分 在Contact這個地方 這裡有三個權限設定 一個是管理聯絡表單跟它的設定 這個目前我讓最高權限使用者來執行 再來使用全站的聯絡表單 這個我讓註冊的使用者可以來執行 接下來使用個人的聯絡表單 這個也就是說 假如我們網站裡面的使用者A 可不可以去聯絡使用者B 那使用者B如果願意開放他個人的聯絡表單的話 那麼使用者A就可以去聯絡使用者B 所以我們把它勾選起來 勾選完成以後 一樣是來到最下面把這個動作儲存起來 全線設定完成以後我不要這個分頁了 再回到我們Contact這個地方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這個模組的相關設定 一樣我是利用新的分頁來開啟 再來到新的分頁這邊來 在這一個聯絡表單裡頭 它預設有一個網站的回饋 這樣子的一個表單 那麼收件者就是我網站管理員的聯絡地址 接下來我還可以再增加另外一個分類 我把這個分類叫做意見回饋 那麼收件者的預設就是網站管理員的信箱 如果還有其他人要收到這個意見回饋的信件的時候 你可以用多號隔開再填上其他的網址 接下來這邊是一個自動回覆 那麼自動回覆的時候你告訴User說 親愛的使用者你好我已經收到你的信息等等 相關的內容可以把它設定到這個地方來 而如果你不想要傳送使用者一個自動回覆的訊息的話 那麼這一塊區域請你保留空白 接下來是這個分類的權重 我們在前面已經有一個預設的表單分類了 接下來這張新增加的表單分類 它要排在哪個位置 我們可以利用權重來操作 再來是預設選擇哪一個表單分類 目前我暫時選擇它是非預設選項 好設定完整以後我們按儲存 現在我們有兩種表單分類了 一個是網站回饋一個是意見回饋 接下來我們請另外一位使用者來填寫這張表單 我們利用另外一個瀏覽器 以我的例子來說呢 我使用IE瀏覽器 並且以Ben的身份登錄進來 再來我讓這一個網頁重新整理一下 把剛剛表單開啟的功能讓它生效進來 這裡沒有看到任何的表單 表單我們可以把它掛到選單上面來 關於掛到選單上面的設定呢 我們在後面再說明 目前在沒有掛出來到選單上面來的時候呢 沒有關係 我們一樣可以利用網址的方式 來進行表單的填寫 表單的位置是在你網址底下的Contact OK 現在進來到表單的地方了 這是一個聯絡 目前由於我們是使用Ben的身份進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名字跟電子郵件地址都進來了 再來標題 標題是隨便打適合初學者的網站 我們寫一個加油 然後再來是Ben希望這一份聯絡表單能夠寄一份副本給他自己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分類 分類裡面有兩種 也就是說這個表單填寫是要歸到哪一類裡頭 我們剛剛有新增加的一個叫做意見回饋類 那麼預設的是Website Feedback 這也是Contact這個模組啟動以後第一張預設的表單 我們可以在設定意見回饋的時候 把意見回饋設成是填寫表單時的預設分類 做法是來到意見回饋這邊 我們再點按編輯一下 在他的最下面這邊 是否要選擇作為一個預設的分類 如果你選擇是的情況下 那麼意見回饋這個分類就會變成是填寫表單時候的預設選項 好我們再回到所填寫的表單這邊來 接著呢Ben選擇了意見回饋這邊 然後傳送的簡訊 Ben所填寫的表單已經傳送出去了 剛剛所進行的表單填寫的都是在網站上的一個示範 如果真的要達到把mail寄到對方那邊去 以及讓網站管理者可以收到實際的mail的時候 首先要先把Drupal 7的mail功能啟動起來 在Drupal網站裡頭有許多好用的SMTP模組工具 可以讓Drupal 7的系統跟你現有的mail透過SMTP的技術直接做連結 不過在我開發課程的時候 2011年5月這個時候 相關的SMTP都還在努力開發中 尤其再過幾個月你就可以使用到SMTP 這樣子一個好用的模組 另外一個啟用mail功能的做法是跟你本身作業系統的郵件伺服器做連結 這個主題目前已經超出我們的課程 在這邊我們就先不做介紹 OK 關於Drupal 7系統裡面的聯絡表單的使用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主題VS 或是一起進行的 我這邊有時候 2004 其實我在